老板帮的那个炒面是拿筷子吃的 我这个带一点汤水是可以拿调根吃的 你真的会做炒面吗 花魁大厨做炒面啊 可是干货满满 比如你知道煮面的时候可以加一勺盐吗 加盐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面不搭 一定是水开的时候下面 我们因为这个面到时候还要去炒 就不需要把它下的百分之百的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熟就可以了 这个水在沸的时候 这个面已经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六十的熟度 煮好的面条进冰水 口感更精道 接着先调底味 再炒面 面条剪成小段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锅里放两勺油 先炒洋葱丁和肉丁 翻茄炒出汁水后 才能加其他食材一起炒 喜欢重一点 可以加半勺红油辣酱 再加两勺清水 一勺番茄酱 最后加入炒好的面条 因为我们面是有底味的 所以说不需要加太多的盐 我们加一点生抽 一点点糖 鸡猫菜一定要最后放 因为鸡猫菜很容易成熟 翻炒两分钟 这面条全熟 就可以出锅了 记得点赞收藏哦 陶醉厨房 看明厨教你做家常菜 unexpected 陶醉厨房 来诺 看明厨房 abi 感谢观看